民營好像只是做戰場切割而已 他們並沒有在事實上去認錯 委員怎麼看 我想昨天鄭英彤委員真的是臨時被趕壓子上架 那他作為總幹事馬上要成為市長候選人 看起來其實是一個很緊急的決定 那我相信這個對我們桃園市民來講也是一個很詫異的狀況 那所以如果說以直選或者是林志堅市長的論文這件事 確實還是沒有釐清 特別是鄭英彤委員他過去一直幫林志堅市長辯護護航背書 所以我還是問那一句他哪來的信心 說他認為真的沒有操心 他也說他看過很明確比照過 他跟台大的結分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也是有必要來說明移情 不然大家的疑慮還是說那你幫一個超級的人背書 那你自己的這個誠信是不是也會受到檢驗 我相信這個做為政治人物大家都是希望能夠分開透明的 讓大家的誠信給大家信任 那不是說因為你是他的總幹事 你要放他辯護到底 那你是非也不分 然後做出來的審定結果你也不承認 那這個我相信把世面都看得很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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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